如果懂的话是很好应用的 可以应用在很多地方 那再来 第三种方法是在常用这里 常用的右边有往下箭头 它叫填满 旁边三角形你点开来 它有向下填满 向上向左 数列左右对称 比如说我这边输入个 一样是2 框到这边来 打开填满 这个只能向右 因为向下没有框的方向 是那个2号的右边 这样向右填满 全部2 只能向右 向下这个很像没有什么用 数列打开 数列里面就有等差极数 那现在我们选的方向是以列 就选横的 横的是列 那类型是等差极数 所以间距目前 比如说我设定1好了 它会出现2 3 4 5 6 7 8 那我如果输入 好 间距2 那就2 4 6 8 10啊 好 这是有给范围的 不用输入2跟4 然后框起来 你只要输入第一个 可是你要框 你要到第几位 然后给它 间距多少 好 那这个是等差 那如果等比呢 等差是2 4 6 8 10啊 那等比是相乘的 等比是相乘的 变成这样子 2 4 8 16 3 2 相乘 刚是2 4 6 8 10 加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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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比 等差是加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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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等比是相乘 乘以2 24的8 然后2的4 4 2的8 8的16 16再2 32 乘2乘2 等比是相乘的 好 这个是倍数成长 好 这个是数列 数列里面的等差跟等比 好 待会我们再来讲日期的部分 好 你试试看 这个是等差等比 好 再常用 先输入第一个 好 然后框范围 再填满这里 数列 好 然后数 跟比 好 比如说有输入5 好 55 25 25 25乘5 125 大概625 乘5倍数 这样子 好 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